好 我来补充一下这个叫局纪或叫城纪 原文叫agent orange 这个agent指的是药剂 但这个字agent有很多含义 你可以当干员agent chai 就是我agent captain 那你也可以叫我们的那个 服务你的干员 比如说售后员也可以叫agent 那为什么这个药剂要叫agent orange 并不是药剂本身是橘色的 是这个药剂放在铁桶里 而铁桶外面喷了橘色的条纹 好 我们看一下照片 这当然都放很久都已经生锈了 可是你看这些铁桶 中间都有个条纹 中间有一个橘色条纹 看到没有 所以当时美金就 昵称这个药剂叫agent orange 叫橘剂或叫橙剂 不是药剂是橘色 是放它的容器铁桶 被漆上橘色的条纹 好 那这个橘色条纹 这个所谓的 放的这个铁桶里面的药剂 叫做agent orange 里面有什么呢 你看它的药剂有 240D 这是主角 240D 那240D是模拟IAA 对不对 就是一个生长素 之外呢 它其实还有别的 像有240D 还有245D 那不然你加了三个绿 我这个240D 是二绿本氧引栓 我也可以产生三绿本氧引栓 有一样的功能 可是问题就在这了 在生产过程 总是没有那么精细 尤其是工业生产 会产生一些 不会不应该产生的一些代谢物 像这个物质 这个物质叫四绿双本环 带奥心 光它的结尾就知道 带奥心 带奥心 被誉为四季之毒 它又是环境荷盟 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污染物 它会影响生殖系统的 所以它会影响动物 好啦所以它有这样的杂质 就会造成 虽然我让你的农田 找不出农作物 但人也被影响 所以胎儿会畸形 就产生很多不良的效果 所以当时 美军打越战时 使用的药剂当中 造成越南人民的一些损伤 损害